这些都是感情稳定的证明 恋爱是一件美丽而奇妙的事 当爱情走向稳定的阶段 两人间的感情也从最初的甜蜜与激情 转换成溪水长流般的亲密 彼此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十一种当步入老夫老妻阶段的情侣才会做的事 回忆起你和另一半最珍贵的第一次吧 一 第一次突如其来的性质和情绪 男 我们就快要识到了 女 确实如此 但别管他了 不倒 二 第一次尝试新的姿势 但是却不太美好 快把我放下来 尖叫 三 第一次在家里和对方来一场紧张万分的啪啪啪 啪 嘘 我妈好像出来上厕所了 紧张秉息 四 第一次躺在床上去没有非分之想 只想好好入睡 和对方一起享受温馨时刻 男 我好累 女 我的天啊 我也是爷 我们一起睡吧 五 第一次在美食与爱爱间选择了前者 我们要回家吗 暗示 不如我们去吃东西好吗 好 我马上去拿外套 六 第一次一边尿尿 一边神态自若地和对方谈天说地 他就这样从大家共用的冰箱里偷走了我的优格 七 第一次窝在家里看电视 狂喝披萨的浪漫约会 男 我好饱 女 我怀孕了 肚子里全是披萨铺 八 第一次当上了对方的专属医生 你觉得那是一个逆向生长的毛发 还是我快要死了 纠结 九 第一次看着对方吐却不觉得恶心 只想喂他 他做点什么 你需要什么吗 你想喝鸡汤吗 你还活着吗 内心小剧场 十 第一次穿着老旧又丑丑的阿玛阿公内裤 却不建议被对方看见 我这件内裤好看吗 风骚 十一 第一次在他 他面前放屁 哭 每个人在感情开始时 总想让对方看见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但是随着感情不断加温 彼此也越来越熟悉和认定对方时 甜蜜的恋爱就会慢慢走向平淡和稳定的阶段 过着像老夫老妻般的生活 能够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 参与对方的每一个生活历程 想必这也是已经是最浪漫的事了 快动动手指分享出去 让你的另一半也一起回顾这些温馨的美好回忆吧